美国总统欧巴马将在星期三公布一份全面的枪支管理计划 其中包含禁止销售攻击性武器 以及加强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 白宫发言人卡尼在星期二表示 负责枪支管理小组的副总统拜登已经提交了建议书 并将在星期三与总统欧巴马一起宣布控制枪支暴力的立法和行政措施 卡尼表示欧巴马已经明确表示将对枪支管理采取全面的措施 其中包括对攻击性武器颁布禁令禁止销售大容量弹夹 以及加强对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 据美国媒体报道欧巴马也在考虑复兴国会同意 采取多达19种行政措施来控制枪支 欧巴马将在周三早上召开记者会 宣布他的具体计划 白宫还将邀请桑提胡克小学的一群学童 他们给总统欧巴马写信 表达对枪支暴力和校园安全担心 新唐人记者周琦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